维珍银河团窃号太空船从跑道起飞向上爬升 将三名幸运儿送上外太空 这是太空探索公司维珍银河送上无重力太空的第一批观光客 乘客包括现年80岁的前奥运选手古德温 46岁健康指导顾问薛哈福和他的18岁女儿梅尔斯 灾人升空后约45分钟后 在太空船中感受了几分钟的无重力环境 其中80岁的古德温更是史上第二位 进入太空的帕金森市症患者 他们返回地表后 兴奋讲述了旅程的超现实经历 古德温是一名冒险家 1972年才代表英国出赛奥运蜻蜓项目 他强调这次飞行无疑是人生中最兴奋的一天 古德温早在2005年就预留座位 2014年却被诊断帕金森市症 如今成功克服病魔登上太空 向全世界病友们印证 只要有足够毅力就能完成梦想 环宇新闻许明星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